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或者反抗哲学 那么它最著名的著作就是西西说是的神话 它描写一个人不断地推一块石头上山 但是那块石头又不断地又掉下来 但是家里却认为 说我们必须认为那个推示上山的人是幸福的 因为他在按照自己的意志形式 那么当内部世界已经被外部世界完全侵犯的情况下 那么哲学家却在艺术的世界中找到希望 当现代的科学主义和理性主义 把人的乐观精神加以损害的时候 那外外的物质主义 科观世界把人的内心的一些自由 加以剥夺的时候 那么哲学家在艺术世界中找到了希望 那么在他们看来呢 这个希望是无限的 无限造人要视之为本体 这就是艺术本体论 本体是指什么呢 是指一切的本源 当然在追逐世界的本源的时候 是可以从两个方面来加以考虑的 一个是从本质意义上来看 一个是从根源上来看 本体论也就具有双重的合意 一个叫做本质 一种叫做本源 所以我们说的本体论就是 我们要透过现象看本质 透过现象看根本 这就是本体论 那么这样一种追溯呢 那么在过去呢 我们把一切追溯到根本上去 本源上去就追到神那里 那么假如你把它追溯到神那里呢 叫做神本主义 文艺复兴时候突出了人 那么白切追到人那里 那就叫人本主义 那么现在呢 追溯到艺术那里 那就是艺术本体论 那么我们这里呢 不妨要对 这些存在主义的思想呢 做一些评价 这种思想呢 实际上还是一种对立的思想 也就是呢 它把艺术和科学对立起来 把内在的和外在的对立起来 而恰恰在这一点上呢 它们具有了双重性 一个好的方面呢 进步的方面呢 它们对它们所现成的世界进行了 应该说是锐利的批判 从它们接着西方社会的本质 有反文性的一面上 它具有进步 但是另一方面呢 它也有负面的影响 就是它们对科学进行了很低 而且呢 把科学 那个客观世界和内 和那个主观世界进行了对立 把科学和艺术经验对立 这呢 恰恰又不是它们的 做的一个根本的一个好的地方 所以呢 从我们现在 我们再回顾起来 看那样一种 存在的一个思潮产生 以及它的发展 我们既可以 我们应该一分为二地看 既可以看到 它对西方社会的一些 不合理的现象的进行批判 这一点呢 具有一定的进步性 又看到它们 过于贬低科学和理性的作用 在这一点上呢 它们是带来一种负面的影响 接下来呢 我们来看今天要谈的 下一个问题 那么第四个问题 第四个问题叫做 自由与次序 艺术如何作为一种生存的方式 我们前面几讲呢 从浪漫主义开始 后来讲到自由主义 后来又讲到了 存在的一些设想呢 实际上我们已经 涉及了这样一种主题 自由是必须的 次序也是必须的 那么只有在自由与次序之间 取得一种和谐 那种情况下才是最佳状态 那么为什么要把艺术 单独地拿出来说呢 因为艺术呢 据说是最接近人的内心世界 首先自由与次序 这两者之间的冲突是不可避免的 这种冲突不仅表现了 内心世界和外界世界的对比 那种关系上 要表现了自由与次序的对比 我们辩证地去看呢 那个自由与次序 本来就是一种又矛盾又共存的东西 一个人这叫自由 就会感到不安全 除非能够找到维系自由的一种秩序 只有在那个时候 自由的权力 才在制度的层面上 规则的层面上 被巩固下来 得到保证 但是 所建立的次序 恰恰又是限制自由的 所以自由和次序 本来就是一个对立统一的关系 自由是重力 很多历史学家 哲学家都注意到 把一个人换在自由的状态下 是最具有创造能力的 当一个人的 当把一个人的自由取消 一个人的创造 也去向于平均 所以从公立主义的看法来说呢 自由也是没有办法取消的 因为你把自由取消了 就是取消了一些创造性的活动 而人就是喜欢在充满自由的状态下 才能创造的 当创造结构化 就变成次序 就限制了创造性 所以至于既是自由的某种结局 又是新的追求的开展 所以实际上人的那种发展 也在秩序自由之间的 一种斗争和发展 那么这种冲突就反映在各个方面 首先反映在悲剧里面 那个鸭子贝尔斯就认为 悲剧是对人存在本质的一种意识 是对根源的直观反映 因为那个悲剧 它所看到的 都是凑错的人的精神本质 只有看到挫折的精神本质 才会产生出超越的意识 所以作为艺术的悲剧 是以作为生活的悲剧为根源的 假如没有生存的悲剧 那就没有生存的悲剧 那就没有艺术的悲剧 所以这种观点和古希腊的悲剧观点 有点不同 古希腊人是理想太高 而无法实现 于是造成了悲剧 悲从何来 是因为理想太高 没法实现 所以长得悲剧 那个亚斯贝尔斯 却不是建立在理想太高 而是建立在 更加客观的反应论上的 在这一点上 他和古希腊的悲剧 就划清了界限 关键问题在于 他用悲剧 作为一种手段来进行反抗 如果用悲剧艺术进行反抗呢 首先就要明白 生存本事是 他就要想告诉人家 生存的本身就是悲剧性的 就是意味着失败受挫 但又意味着觉醒超越 在失败受挫的过程中 觉醒和超越 这本身就是生存的一种矛盾性 也就是说 人们所见的任何事物 都是 作为一种否定而存在的 一种存在 因为否定了运动 成为悲剧 那么还有一个概念非常有趣 就是说悲剧发生在 意识超出能力的虚空体中 意识超过能力以后 就在意识与能力之间留下空间 这句话杨明璇学的 意识 那理想太高 你的意识超过了能力 就在你的意识和能力之间 而留下了一个空间 那么 比如说有个小孩 小的时候特别以为天空很容易去 把三分竹竿架起来 他就应该能够进入天空了 那个时候实际上是做不到的 这是一种想象 所以想象 那个意识能够到的层面 实际上你用三分竹竿 能力是不能到的 所以我们说意识能够到的层面 你实际的能力却不能到 这就产生了意识与能力之间的矛盾性 从而就产生虚空的状态 意识超过了能力能满足的界限 人就会受错 而对受错的动物 过度就产生了对受错的克服 这就是对受错的解决 所以你说那个 他的思想完全悲观也不见得 因为他里面还有更复杂的东西 就是由于顿错的顿无以后 就产生对受错的克服 这样就导致了对受错的解决 这种克服是克服意志呢 克服意识呢 还是克服能力呢 是极高意识呢 还是极高能力呢 当然就是极高人的能力 以便使你的能力与你的理想相同一 所以首先人是不明白人的意识和能力之间是存在虚空状态 这种状态如果你不明白 你就不断地受错 不断地示范 那么想要把人的能力与意识之间的虚空抹杀 那就只有提高能力 提高了能力 就能够进入到存在的真理的动物之中 就能够超越 所以人的超越 人的存在的实现 往往是于受错 甚至是于毁灭为代价的 这就是存在的基本意义 也就是悲剧的价值之所在 那么所以还有艺术上的悲剧 这是他要说的第一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就是要让悲剧真正产生出挫折感 这是因为在意识和能力之间会产生一种叫虚空状态 只有通过克服这个虚空状态 才能使人实现人对生命的挑战的阴障 但在本质上 意识永远是高于能力的 也就是理想往往是高于你的能力的 所以悲剧就永远把富富的 这就涉及到一个费点问题 你的费点很高的人很难开心起来 是不是 费点很低的人每天都开心 是吧 对不对 艺术家的费点高不高 你们的费点高吗 高 所以你们开心不起来 但是你永远要认识到 你们应该提高你的能力 如果你能够提高你的能力了 你就能实现你的费点 那边你就快乐 是不是 但是那个哲学家又告诉你 理想是永远高于你的能力的 所以你就永远没法摆脱你的悲剧感 凑凑感 失败感 但是 这就反过来成为一种动力 推动你什么 不断地往前走 这就是生命的挑战与因证 所以以悲剧论的角度来看待世界 你就看到西方的英雄 全是倒霉的英雄 西方的所有英雄 无疑不是为了从中而比较奋斗一生 最后失败 像说阿基里斯 阿加蒙隆 还有这样 提一个失败 只有现代英雄 永远不失败 现代英雄就是佐罗什么的 操人什么的 但因为他操人也就算了 但作为人的英雄都是笨 为什么就是原因就在这里 但是那个 雅师贝尔是特别奇怪 他特别赞赏中国的那一旁 他认为中国的哲学里面 具有综合的气质 中国的鲁家谈的是中庸 所以在中国人身上 他学到很多东西 实际上他就说明 他对中国一点也不了解 他是从远处看 他从远处看中国人身上很多东西 西方人没有 他觉得好 首先他觉得西方人太紧张 中国人一点也不紧张 但是你生活在中国 你看中国人也蛮紧张的 你们紧张吗 可能博士认为就写不出 我就紧张了 尤其是古代的中国人身上很悠闲 第二点 中国人强调天文和意 和环境就比较融强 没有西方人的那种征服感 对不对 这点我觉得他在看法是对的 西方人对自然的看法 就是征服于对政治的关系 中国人一吭死就看到了和谐的关系 所以中国的哲学家好像是没有花什么费 没有花费什么力气 就成为社会生活的导师 而西方的苏格拉底却被杀死了 也就是西方的哲学家 要经过千辛万苦 还不能成为社会的导师 而中国的哲学家好像 不要花什么力气 大家就把他们封为哲学家 所以他觉得苏格拉底就被杀死 中国孔子 莫名其妙就被尊锋为 这么伟大的哲人 所以他想不通 所以觉得西方苏格拉底被杀死 心中有一颗理想国却无法实现 最后被社会排斥了 所以雅兹贝尔斯就觉得 中国这种地方 人和自然调和得这么好 似乎就无法产生西方文明 那样的悲剧 这样这句话还没说完 就像中国这样的地方 是出不了西方文明的 同时也出不了西方文明的那种悲剧 明白他的意思吗 那么他就说 中国这种文明 所有的痛苦不信 都是战死的 世界的运行在中国人那里 没有让人感到恐怖和拒绝 而是安详自然高尚 人们活得有条理 中国人是慢节奏 舒缓的 中国的语言表现出宁静的状态 而西方给了一种紧张感 富有自我意识地展现出对立 中国人把矛盾都消灭了 整合把一切都整合 所以亚瑟贝尔斯就从这个角度来赞为中国 但从另一个角度 西方人也会觉得中国人没有自我意识 比较麻木 那么这就是他对中国的批判 那么总的来看还赞得比较多 批评比较少 那么亚瑟贝尔斯其实就讲述了 西方英雄不但受挫 这样一种文明 他觉得中国人与自然和谐 也是另一种文明 他比较向往中国这种文明 那么西方人从中国的宁静的面目里 看不到中国有一种伟大的本领 就在灾难痛苦面前 不会在这个精神分裂 他觉得西方人不但受挫 社会有紧张 比较容易精神分裂 而中国人很奇怪 他有一种能力 他在灾难痛苦面前 不会是精神分裂 他那个痛苦又痛苦不起来 他英雄也当不了 精神也不会崩溃 这种话现在比较坏了 他觉得中国人是这样一种 他觉得中国人 缺乏一种悲剧的知觉 缺乏一种悲剧的灵魂 也就是说中国人对悲剧的知识 很重要的知识不那么领会 中国人完全是活在 另一种生存的原则里面 而西方人一定要对他们 讲清楚悲剧的意思 因为这可以救西方人 而对中国人来说 不需要对他们讲 那么多悲剧意思 因为他们本来就不需要你 本来就没那么多措置 那么假如生活中充满着很多矛盾 那么你就要相信 那种种是有用的 但中国古人身上 也有一些精神 为他们注意 像中国有一种奇怪的想法 叫做天降降大人与私人也 必先苦其心智 老其经苦 恶其肌腹 空法其身 行负乱其所为 所以动心忍性 才能够担当大人 那么这样说 中国古人也是明白痛苦 明白痛苦有时也能转化为幸福的 那么好不容易 让人争取到 让人痛苦的机会 能让人痛苦一回吗 所以必须要通过这种冲突 才能理解到 生存是矛盾的 现实是破碎的 真理是分裂的 这样你才能够进入到 对悲剧的本质的理解之中 所以悲剧的作品总是展现 斗争冲突的 那么就是诗人 把生存的矛盾性描写为 个人的与普遍的法则 规范于需要之间 生存于非生存之间的斗争 那么这又导致真理的分裂 真理的分裂性 可以通过悲剧性的戏剧人物 展现出来 你比如说哈姆雷特 那个尔迪普世王 都是追求真理的典型 但结果都很悲惨 那么追求真理的过程 清楚不过 是展现人的能力和界限的 那么进而意识到 超出能力的界限状态 人实际上是没法克服的 一旦追求真理 就清楚不过的感到 来的就现实 那么悲剧之所以伟大 就是让人不断去体会 这种临界状态 那么我们现在看电视 去看电影就已经很难形成了 总是感到还没有刺激 那么乐点是什么呢 所以那个电影没有乐点 没有 没有那个兴奋点 乐点就是临界状态 所以呢悲剧知识 不仅仅是一种认识 同时也是人的生存的一种功能 是一种自我超越的方式 是能通过认识这种虚空 临界状态 以提高自己的能力 从而获得一种解放 所以我们对他的那些说法呢 我们也觉得是比较矛盾的东西 一方面他有进步性 也对现实批判性 另一方面又太悲观了 也太悲观了 觉得人是没有办法来实现理想的 这方面也不太悲观了 那么我们可以这样理解 有两种人 一块是强调冲突的 另一块是基本上是反抗的 那么就像那个亚瑟贝尔斯 他提出悲剧意识 还有加密写局外人 加密写过一本小说叫局外人 他要反应就是这个意思 什么意思呢 就是自我跟压抑 所以要起来反抗 这里面有这样一个区分 在文学上有两种形式 文学上有两个形式 一种叫散文 一种叫诗歌 散文是用来反抗的 文学家用散文进行批判 就发现了现代作家 越来越成为对现实批判的一种作者 从而和古代的文文 划情的界限 现代文文内心中 有太多的批判成分 甚至认为这就是 自己一些小说的使命 反过来说 为艺术和艺术的东西 就没有了 那么作者如果不是为了写小说 写散文而写作 而是为了批判而写小说 那么这样的小说散文 都被意识形态化了 目的就是把那种东西 当作都载体 来完成他的战斗 反抗的使命 那么叫完反抗什么使命呢 就由于悲剧意识受挫卡 那么这就导致了 能拿起写散文进行反抗 但是还有另一种东西 另一种东西叫诗歌 诗歌呢是那个海德格特别喜爱的 诗歌却是为艺术而艺术的 一种创作方式 诗歌曲博 bufffield